把它print的出去 那再來的話呢 外層的部分我先把最後結果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run出來會有兩個訂單 這兩個訂單的話分別是編號 Order001 然後是否送貨沒有 是否付款沒有 然後內層類別的話也把它print的出去 所以基本上 底下這個地方有沒有 是由誰print的由內層的 就是這一段 有沒有 這一段print的出去 然後上面這部分的話呢 是由 底下的外層的 有沒有外層的部分 去做print 這個地方 所以這三行 應該是這 這四行 這四行上面的一個標題 跟底下的三行 是由外層的去做呼叫 那因為我跑兩個訂單 怎麼樣跑兩個訂單呢 就是透過組程式 組類別裡面 去呼叫 所以會跑兩次 那分別傳遞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 我們在這個man裡面呢 就是 建立一個order的一個類別 然後另外一個order 傳遞什麼呢 傳遞三個參數 一個是order 001 False False 所以這邊的話 order 001 然後False 因為傳遞過來的話 會有order 外層 外層 類別接收到 接收到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把這個 輸出 輸出 然後呢 再傳給內層 輸出 輸出 有沒有 那一樣在new 第二個 然後 一樣這邊把 輸出 所以這個是在外層 內層的話在這裡 那應該是 True Force 所以 傳遞過來 那最後的話再把它print 這個print的動作實際上就是把這個print的出去 這個把它print的出去 print order 然後 OK大概是這樣 這個地方的話等一下要提供給個 畫面 再參考一下 基本上的話 了解 在 外層 類別裡面呢 又多了一個 內層類別 那怎麼去存取它呢 第一個 要先宣告 第二個的話呢 也是一樣 就是在底下的話 要做傳遞的動作 在這邊new一個 這個 這個order的 建構值 我們在這邊new一下 OK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